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福音期 古代先知皆期盼并预演这个福音期 我相信这也是他们有种渴望的期待 尽管我们享有来自高天的所有祝福 撒旦却始终处心积虑毫不松懈的工作 我们也不断地收到各种互相矛盾的信息 天使摩罗奈曾经提醒年轻的先知斯密约瑟 他的名字比在世界各地收到好评或恶评 这项预言的应验比所有其他预言的应验更加显而易见 先知为维护他的见证牺牲了他的生命 那些攻击势力持续至今 人在伤害着教会 甚至攻击救主本人 救主他的赎罪牺牲 以及赎罪效力骗及权势人等各项事实 皆受到质疑 而且往往被斥为神话 或是软弱无知之人虚幻的希望 再者福音已在现代复兴的事实 也继续受到质疑 这类信息不断发动攻击 可能使人产生困惑 怀疑和悲观的态度 每一项信息 也都攻击着我们信仰的基础真理 我们对神的信心 以及我们对未来所抱持的希望 这也许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带来平安和保护并适用于所有的人的选择 这项选择就是信心 请注意 信心并不是一项免费的恩赐 无需思考 渴望和努力就会赐给我们 信心并不像天上的甘露一样 自然而然地来到 救主说 到我这里来 又说 叩门 就给你们开门 来 叩门 这些都是有着具体行动的动词 也是选择 所以我要呼吁 请选择信心 选择信心而非怀疑 选择信心而非惧怕 选择信心而非未知和未见的事物 选择信心而非悲观 摩尔门经的阿尔玛书第32章 是阿尔玛的一篇经典讲到 它以信心为题 提出一连串 能确保我们培养和保有信心的选择 它给予我们做选择的指示 它的指示是一些具有行动的字眼 这些行动会经由做选择而产生 它使用唤醒 激发 实验 运用 愿望 发生作用 和剥下这几个词 接着解释 如果我们做了这些选择 不用自己的不相信 把种子挤出去 那么种子必开始在 你们心中膨胀 是的 信心是一种选择 而且必须努力追求和培养 因此 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负责 如果缺乏信心 我们也要为此负责 你的自行选择 有许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我们所住的这个美丽世界 是由各种物质组织而成的 但这其中的细节 我却不知道 我也不了解救赎罪的深奥之处 何以救主的牺牲能竭尽所有的悔改之人 为何救主竟然能忍受全人类的痛苦 我不知道摩尔门经中所说的 《财雷喊拉城》在哪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信念 有时候会和为人接受的科学 或世俗的知识互相矛盾 或许这就是天父所说的 将在后期时代显现的天国的奥秘 尽管我不知道这每一件事情的答案 我却知道重要的是 我知道那能带领人们走向救恩和操生的 明白简单的福音真理 我知道救主的确承受全人类的痛苦 因此所有悔改的人都可以变得洁净 摆脱罪 而对于我不知道或我无法全然理解的事物 在我的信心的大力协助之下 我得以弥补那个未知的部分继续向前 领受福音的应许及祝福 然后就像阿尔玛所教导的 我们的信心会带给我们完全的知识 只带着信心和渴望这两项装备 就走进未知 即使我们对主具备信心和忠诚的名证 因此让我们听从阿尔玛的良方去做选择 让我们选择信心 如果你的内心有着困惑和绝望的重担 请选择唤醒和激发你的心力 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 谦卑地接近主 走向通往真理的道路 走向主充满光明知识与平安的道路 如果你的见证不够成熟 没有经过验证也不稳固 请选择运用些微的信心 选择拿他的话做个实验 救主说过 人若立志 尊着他的旨意心 就必晓得教训或是出于神 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当逻辑 推论 或者个人的聪明 智慧和神圣的教导教义 互有冲突时 或者矛盾的信息 像使徒保罗所说的火箭 一样打击着你的信仰时 请选择 不用自己的不相信 把心里那颗种子挤出去 切记 在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之前 我们不得获得见证 如果你的信心已经得到验证 争与成熟 请选择细心滋养它 尽管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但当这信心受到各种混杂的信息 交相攻击时 它会变得十分脆弱 信心需要经由不断地研读经文 祈祷和运用神的话 时常加以滋养 当耶稣的门徒问他 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刚刚看到 救主所做的一样赶鬼 耶稣回答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我从未看过有人真的移过一座山 但是我曾经看过 由于信心 如山一般的不幸和沮丧被驱散 取而代之的是希望和乐观 我曾经亲眼看到 由于信心如山一般的罪被悔改与宽恕所期待 我曾经亲眼看到 由于信心如山一般的痛苦被弥平 取而代之的是平安 希望与感情 所以我确实看到山被挪去 因为我有信心 我发挥了我所持有的圣职能力 领受到了福音的甜美 相信并接受了救恩的教义 因为我有信心 所以能带着平安与确信 克服生活中的考验和困难 因为我有信心 所以能将问题甚至怀疑 转变为确信和了解 因为我有信心 所以能有毫不质疑的确信 影响未知 未见和未曾说明的事物 因为我有信心 即使身处于 看似最恶劣的时代 我也能带着平安与感情的心 认清其实这是最好的时代 当我们选择了信心 然后滋养这份信心 直到在与主有关的事物上 得到了完全的知识 那我们就能说出 我见证或我知道这句话 我已经在我的心里 拨下了这颗种子 并且从小到大 努力滋养它 直到自己获得了完全的知识 今天站在这座讲台上 我要见证 耶稣是基督 是世界的救赎主 我也要见证 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 主经由他将耶稣基督 完整而真实的福音 带回到世上 我见证多玛孟孙会长 是主在今日的先知 同样的 你得自行选择 要选择有信心 就像我一样 让我们选择信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